很多独居长者最容易在家里头发生跌倒意外 花莲光复瑞瑟局玉里有三家原住民家庭中心 在基金会的志工协助之下 5月30号起一连三天 为光复瑞瑟和玉里三乡镇总共有351户的长者安装防碟扶手 建构一个安全友善的住家环境 长者试作确定位之后 足了种子基金公益协会的志工们 随即展开安装扶手的工程 而不到10分钟就完成 并接续赶往下一户长辈家来安装防碟扶手 在因缘计会下 花莲光复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接获足了种子基金公益协会的协助 从3到4月进行个案调查后 将近2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足了公益协会志工 便在5月30号开始 利用周末假日时间 为光复瑞瑞以及玉里镇的长辈们安装安全扶手 建构一个安全友善的住家环境 令长辈们相当感动 很感谢竹热工厂能够来协助我们光复瑞瑞瑞三家 原家中心的原住民老人长者的一个预测的扶手的安装 根据国建署报告 65岁长者每6人就有1人曾在家中发生跌倒意外 居家环境也潜藏着危机 原家中心主任曾梅林指出 但偏乡部落社区长者 往往因为相关申请修缮条件 过于严苛而被排除在外 因此在获得足了公益协会的资源与人力协助下 特别为光复瑞瑞瑞以及玉里三乡镇 总共351位的长辈安装防碟扶手 因为我们都知道虽然像长照2.0的一个资源的益助 但是还是会针对一些比较边缘性 然后资格不符的老人长者 对于预测的安装其实是有一些资格的限制 然后这一次呢就是竹热工厂 他们很愿意来协助我们三家原家中心的一些原住民的老人家 20位职工在原家中心人员的陪同下 一路从光复安装到玉里镇 短短两天就完成任务 不过其中有些长辈的住家墙面不符安装条件 足了公益协会在原家中心的争取建议下 也将寻找其他扶手建材 下一回再来安装 共同为长辈们建构一个安全、友善、友爱的部落住家环境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